转眼到了第二天 三哥 三哥 大事不好了 小梧桐又被比比东抓走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小梧桐终于又被抓走了 三哥 晚上我们去吃胡萝卜火锅庆祝一下吧 好啊好啊 今天我们点个大锅 吃个爽 三哥 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小梧桐那个坑货 昨天都把我坑破产了 今天我可不敢一个人去了 好吧好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快点排好队 一个一个跳舞给我看 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 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再唱歌 太难看了 下一个 两只高虎爱跳舞 小梧桐乖乖马儿落魄 你这跳的什么呀 下一个 没想到小梧桐 不仅没有被比比东和大牛他们欺负 还让他们排队跳舞给他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也太反常了吧 小梧桐 你这是给他们吃了什么呀 怎么他们都变得这么听话 连比比东也给你跳舞 唐三爸爸 你是不是很好奇呀 其实就是我跟他们说 只要他们乖乖跳舞给我看 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套别墅 跳得最好看的 还可以免费吃一年火锅 全部都是唐三爸爸你付钱 什么 你这个坑爹的玩意 一下就把我整破产了 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来了 可你千任雪阿姨一个人多好啊 现在把我也坑进去了 你就留在这吧 以后别说你是我唐三的女儿